前一段我和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他就讲说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台湾 你为什么讲话的时候 就都经常讲说 台湾怎么怎么怎么之类 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可能不觉得 有时候会讨论会谈的时候 我就说台湾那个东西很优秀 什么之类的 可能有的朋友就很不解 然后我们就开始摆一摆 说为什么台湾哪里好 然后我后来自己在想 我为什么喜欢台湾 台湾哪里好 然后我个人我觉得我的理由是 第一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文化 非常的鲜活 非常的生动 就是很多 这个东西 大家也讲说 这个东西我们也有 什么之类的 等一下我们来解释这个东西 第二我是觉得说 他的我个人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他的一些民间的宗教 保存的很好 我觉得那个传统也好 那个习惯也好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我把它归为 好像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古代 不是也有中国人 也有很多什么道教或者佛教 什么我们都有这些礼节 什么在一起的吗 那台湾有很多这些宗教的气氛非常浓 大家可能有去过或者有稍微参加 有或者有看一些就会知道他有什么 什么妈祖绕境啊 或者有什么有很多这种宗教仪式 就是我们 就是在我个人看来 就以前好像 这种东西不是在古代才有 这种感觉啊 就感觉这种仪式才古代才有啊 人怎么会 现在还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会发现台湾现在还有啊 它还有什么有很多神的一些仪式 我就觉得这个我讲有意思 我不知道是这个讲法准不准确 就说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方言一样 就是你那个东西很有特点 它是一个你那个地方独特的一个基因 就像方言 你会方言 你就知道哦 我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然后有多了一份特别的认同感 或者多了一份文化 就好像很多方言里面 关于一些东西的描述也很不同啊 也很有意思嘛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属于文化多元性的一部分 对对文化多元性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很小 所以那可能我的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它的文化很好 就是这个宗教这方面也是属于它 在我看来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我就觉得这个我的原因是这样 那我后来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的理由呢 就是我觉得我在我想要了解世界的时候 因为了解世界有很多方式啊 第一个方式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的英文很好 英文很好你就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英文不好的话 真的把自己英文练好 你就会是一个多了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世界 你会真的知道很多东西 我觉得至少英文的这个媒体或世界里啊 真的很多东西还是很直接的 就是你像我们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会很不同意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经历过用过 你就知道那个区别了 就比如说我们去搜索 我用百度搜索一个东西啊 你就会搜索出很多我想骂人的东西 就是什么他还做广告了 什么莆田系的医院了 什么东西 就是总之他不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答案 不会给你 就是你要绕来绕去 我他妈的废半天劲 我才能找到 哦真的是在这个 可是你在用英文的里面搜索呢 你很快就会找到你要的答案 就是他还没有那么我们讲不要脸 或者说没有那么商业化 你这两个词反正都可以用 都在我在在我看来是一个意思 他他那么不要脸 就是他一直把那些别人花钱的东西塞给你 塞给你塞给你 想要一直误导你吗 就是你本来想找一个哪里 哪里什么什么看病更好 他就塞给你那些那个做了广告的呀 就这种这种完全没有道德的东西 我的英语不好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渠道 去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我就只能通过中文 中文很多了解的 那很大一部分在外面的中文的 关于中文的东西 就是台湾 台湾的各种方面 我觉得其实现在想起来影响 或者说我了解渠道影响最大的吧 就是就是台湾的电影 但是台湾的电影有好几波高潮啊 现在我我讲是好像应该是第二波高潮 就是在两千年之后 两千零几年之后啊 的一波就当时魏德胜他们那一波 什么海角七号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蒙甲啊什么之类的 我记得最一开始看的我们是当时有一部叫练习曲 是讲台湾骑自行车环岛的 内部就哇 可能是因为那个时期 呃我们对这种形式啊对这种东西都很好奇 其实我觉得这个呃怎么讲呃我们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大家看这个文看这个文化 就是我们讲说哎你看台湾有很多文化的东西我们也有什么之类的 但我觉得呃在我想要了解的那个那个时间啊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台湾先有的台湾才有这样的东西 那个时候可能呃国内的不管是娱乐节目啊或者是文化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呃书啊或者这这方面的东西都都 我讲比较少可能也不公平啊或者说就是我没有了解到了 所以当时我就很少在国内看到就是在大陆很少看到 就就是这么新奇的有意思的一些呃一些文化的东西 但是在台湾就很多当时我记得你看一开始我们的七九八也是才那最最最有符号性的象征意义就是 七九八的那些呃当代艺术什么之类的嘛 也只有一个七九八那后面我去台湾就会看到很多这些什么文创区啊 呃很多一些这一类的东西就很多还有很多各种文化活动文创的一些一些小东西文创 叫产品吗还是文创什么东西文创品还是什么那当然后面这个东西在在我们 在很多地方都有了但当时在我要了解我接触的时候只有台湾有或者我直接出到台湾的 那我大概是在啊零几年零七年开始去台湾呃开始去进去台湾 然后了解到台湾的东西然后后面断道区那个时候我就对我的冲击真的很大我就觉得哇很多这个东西哇这些书啊这些内容啊真的好美啊 真的这么棒啊然后接触了很多当然也和我的工作有关就接触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然后也去他的什么艺术区啊什么他的所以我现在对那些什么呃台北的华山艺术区啊什么什么那些华山还是华 华山好像叫不叫华山华山 呃还有什么就他那个好多的艺术区我基本都都很久以前就逛过就看过这些东西就觉得啊真的是好好有意思啊好棒啊 不是说当时大陆没有可能也有但只是声量比较小看那当时的很多我们看到很多呃这个娱乐节目啊这种娱乐的方式啊或者这种呃把文化变得有意思的这种东西啊都是都是从台湾过来 所以就会给我留下印象觉得哇台湾就这些嗯呃呃是我想象的传统文化的呃这些都发扬的很好的地方 当然包括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会还读了很多台湾的呃更早以前什么梁石秋啊林语堂啊他们那些书啊你就会觉得哦哇原来这些人他们当然他们的很多都是记录什么北平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也是很棒啊觉得说哦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后来还有那个那个呃呃呃呃的代表做的整个油票还有风陵啊我现在这个呵呵呵呵呵记不住啊我后来后来还有去他这个这个圣地巡礼就是他住的他一直都住在台北的厦门街那条街上啊我要去看了看那条街 当然现在我们的各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各个城市都有什么美术馆 都有什么文创区 我们甚至包括很多美术馆 很多企业也会什么文创产品出来 甚至我们的故宫也有文创产品出来 但是在我看来就是 这个就是就像人们讲的什么文化的源流 这个好像比喻不正确 但是总之就是说 或者说一个时尚 一个风潮 一个文化现象的迁徙一样 就你先你是知道我先在那边看到了 我再看到他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时候 我就不觉得说有多么 对我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了 但是如果对于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他可能先是在北京看到的 所以他就说哇北京这个太棒了 然后他再去台湾看到 他就哦没什么 这样可能对我当时那个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讲回那个文化的现象 台湾的当时也在文化的流行 什么可能也是从日本先这个移植过来的 日本先兴起了 然后台湾也兴起了 然后后来接着大陆这方面的文化也兴起了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流传 但是我先看到的台湾 我就觉得台湾这些东西真的好有意思 它又结合的很棒 当时包括台湾的这些广告 我们都觉得氛围经典 台湾的很多广告都做的特别棒 在这个广告的辉煌的时代 当时台湾的澳美是多么多么高大上的一家企业 对吗 甚至包括台湾那些什么关于行销 关于什么各方面的思想也都非常先进 在我的那个时代 在大概是2000年左右 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这个文化真的是非常活跃 当然现在我觉得是因为经济不好了 文化军不迁徙到经济更好的大陆 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当时我就觉得给我留下这样生的印象 虽然现在他的房子不好看 他的大楼很破 但是我觉得他的文化还在 他还是很有意思 还是很有棒 还是很棒 这是为什么我就想 为什么我觉得台湾那么有意思 我觉得台湾那么好 为什么我那么觉得台湾很好 这一切就会让我很遇 Associ解